針對趙峰金控所屬的趙峰銀行、紐約分行 遭美國第一次財法 這個案子裡面到底是否有設計不法 在刑事的部分 目前已經指示有台北地鐵來分案調查 相關的政策作為會由台北地鐵來處理 有關於其他一些比較資料提供 相關部會做盡力的一個協助 現在有懷疑的罪名嗎? 目前在北點的方向大概針對趙峰銀是否 涉嫌違反西田防治法 或者是銀行法 乃至於金融控股控制法的方向 北點都會來進行調查處理 今天台高鐵要協助什麼嗎? 台高鐵一定把相關部會上來